好,各位同学,我们之前已经从肢体动作,然后眼球,还有潜意识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行为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从知觉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的行为 就是知觉跟人际知觉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 因为人际知觉指的就是说我们从知觉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行为 首先我们先来看知觉的定义是什么 究竟什么叫做知觉呢 知觉指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接受外界的讯息 就是外界的讯息进来之后 而你会对这些讯息进行分析解释与认知的心理历程 举一个例子说 我们如果看到一幅画 如果就感觉来说这幅画是各种颜色的组合 就是你会在画里面看到红尘黄绿蓝电子等等这些颜色 可是呢当我们知道这幅画所表达的含义的时候 好这种整体性你经过你的分析解释跟认知的心理历程 这个部分就叫做知觉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 好这幅画如果用知觉的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他是蒙拉丽莎的微笑 是达文西画的 你大概历史上有很多的解释去诠释 达文西为什么会画这一幅画 然后这幅这幅画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如果你去探究那个意义 好这就属于知觉 而如果呢 你自己去看说 诶这幅画什么时候是你第一次看到 而你对这幅画整体的感觉是什么 这也称为知觉 如果你只是说 诶这幅画有咖啡色啊 然后有看起来灰灰的啊 的颜色 还有一些不知如何形容的颜色 然后好像还有山啊 有人的组合 这个就比较是你去描述这幅画的组合的部分 而不是知觉的部分 好所以知觉是一个整体性 你自己经过一些分析 你自己经过一些判断与解释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看下一幅 那这一幅呢 如果呢 你是用组合 线条的组合或颜色的组合来看的话呢 你会看到有长形的圆形的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可是如果就整体知觉来看 这幅画你看到什么 好你的第一眼印象看到什么 好那这幅画基本上是在心理学 谈知觉很常用到的 你有可能会看到兔子 很像兔子 有可能会看到像鸭子一样 就是那长长的 如果是耳朵就是兔子 那如果是嘴巴呢 它就是鸭子 所以呢 这幅画究竟是兔子 还是鸭子 好这就属于知觉 所以知觉基本上有很多的特性 那那基本上 当我们一个人 或者是一群人看到同样的一幅画 或者经历同样一件事情 而每一个人描述出来的是会不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这幅呢 各位看到什么 我很喜欢这幅画 这幅画很有意思 如果你用颜色的组合 你还可以清楚看到 是什么样颜色的组合 可是如果是画的组合呢 你会看到两个不同层次的状态 一个呢是属于 有三只大的鸟在外面 还有小鸟呢在窝里面等着 这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你会不会看到 同时也看到人的脸这样子 那这幅画很有意思 它具有双重的意涵 那如果你看到这两个层次的东西 就是你看到一个温馨的画面 就是母鸟跟小鸟这样子的画面 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人的微笑的画面 那是两种不同知觉的状态 这就是属于知觉的部分 所以各位现在对知觉的定义应该清楚了 就是知觉呢 就是你接收到一个讯息 然后接下来你就分析解释跟认知的一个心理历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知觉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基本上知觉会受到人格 期望 情绪 知识 还有过去经验以及智力的影响 这边人格指的是我们人格的状态 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不同 所产生出来的知觉状态会不同 期望也会不同 比方说你今天在这堂课里面 你期望是轻轻松松过就好 可是发现 哇我还要看这些影音平台的一些学习的影片 那就觉得 这实在是有够烂 这样子 那就会在期望上产生不同的知觉 另外一个是情绪 如果你今天情绪很好 你就觉得 听老师这些录音的部分呢 是还算轻松 如果你今天觉得心情烦躁就觉得好烦 为什么要听呢 我能不能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那另外一个是知识 就是说如果你是对人类行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非常有兴趣的 你就会觉得所有探讨的部分都让你觉得很喜欢 然后也觉得可以投入很多 可是如果你对这门知识 你是觉得哎呀 这根本不算一门知识 它只是一门通试课程 通试课程等于营养学分 那你就会用所谓的营养学分 然后只要60分轻轻松松过的一个心情来面对这样子 所以那个知识 你对这个知识的兴趣 那另外一个是你的过去经验 如果你在过去经验里面跟人相处 你会发现自己的观察力很好 然后自己有很敏锐的一种抖析的能力 或者是能够分析的能力 你就会发现 这门课你可以进入很多 可是有些人对他来讲哎哟觉得说认识人其实就是一种直觉 干嘛这么啰嗦还要分成这么细的线索来做一些判断的话 那就会影响直觉的部分 那最后一个是智力 就是智力的高低也会影响直觉的状态 那谈到智力 各位要有一个概念 我们人一般的智力大概一般的智力会是在100左右 所以通常我们说如果你是90以下我们就说你是智能障碍 70到90是属于轻度的智能障碍的部分 所以如果别人问你说你智商有多少智力有多少就回答个100吧 那如果超过130呢 其实就是属于一种我们讲的自由的一个状态 就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一个情形 所以每一个人你看会收到人格期望情绪知识 过去经验以及智力的影响 所以每个人对同样的刺激所产生的知觉 就一定会有个别的差异 请你记得这句话 每一个人对同样的刺激所产生的知觉 一定会有个别的差异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知觉的特性 那知觉的特性有几个 第一个叫做知觉的相对性 也就是说知觉经验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那如果从刚刚知觉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你就会看到如果你现在情绪状态不好 相对的出现在你前面的人 你就会觉得哦怎么是这样这样子 那如果你现在情绪状态是好的 你看所有事情都是美好的 那第一个谈到的是形象跟背景 形象指的是你看见的物体 而背景是衬托这个物体而存在的 可是当形象跟背景的关系很清楚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 比方说像刚刚蒙娜丽莎的微笑 大部分人其实都不知道背景是什么 那个看起来很荒急的山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因为他的形象就是他所谓的主体是非常清楚的 那通常广告设计呢 都会利用这样子一个形象跟背景 是界限清楚或者是不清楚 来去呈现他主要呈现的一个主题 请问一下各位看到这张图 你看到了什么 这是我们在谈形象跟背景里面 很重要的一张图 好你第一眼看到是两个人呢 两个黑色的影子 两个人面对面 还是像是漏斗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瓶子呢 所以他究竟是花瓶还是人脸 好这就是在背景跟形象 他具有一种相对性 而且他不明确的状态 好这个花瓶人脸的称为两可错觉的起源 好那这幅画呢 可以看到在1915年的时候 丹麦心理学家呢 Ruby他就他用他就利用 是用这个花瓶跟人脸 这样子的一个图形呢 去呈现出来 可是这个图形呢 最早追溯呢 可以更早更早于1915年 这样子在更早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所以你会发现 到底他是一个花瓶还是一个人脸 这其实是一个不只在心理学谈到 其实在更古老的年代里面 其实也都谈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好再来 那像这张图呢 各位看到什么 如果你以白色为主 你就会看到天使 如果你以黑色为主 你就看到有很多的蝙蝠 所以这究竟是天使还是蝙蝠呢 还是他是一幅天使跟蝙蝠 共同存在的话 一样这都是形象背景 到底哪一个才是重点 好再来 另外一个特性叫知觉比对 什么叫知觉比对 就是说两个刺激同时出现的时候 由于这两种刺激互相影响 所以在知觉上就会产生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万绿从中一点红 就会使人觉得绿则很绿 红则很红 好 那另外一个图形让大家看一下 请问一下 各位在看这个图形的时候 你觉得A跟B哪一个圆圈是比较大的 A跟B 好你可以看到在A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比较中间是比较大 旁边都是小圆圈 B呢 它的旁边是大圆圈 好 所以聪明的你 你大概知道 其实A跟B是一样大 可是呢 就有刚刚所谓的知觉的比对 如果你旁边呢 都是比较小的 就凸显A的大 像B呢 因为旁边大所以呈现B的小 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 如果呢 你希望你的朋友们都说你很帅或者很漂亮 那麻烦要交比较不帅一点点或比较不漂亮一点点的朋友 你就会呈现所谓的万绿从中一点红 你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的方式吗 好 这个就属于知觉比对的部分 好 第二个特性叫知觉的选择性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啊 不只会被动的接收周围的各种刺激 同时呢 我们也会对接收的讯息加以筛选 就说讯息进来 我们是会筛选的 通常我们会选择一个或是少数的刺激做反应 这种称为叫知觉的选择性 比方说你在参加舞会的时候 虽然声音很吵杂 但是跳舞呢 跳舞的人会排除各种无关的刺激 然后你可以听清楚舞伴在说什么话 或者呢 你就会听得很清楚那个音乐的声音 而其他人的声音是听不到的 所以我们知觉是会选择 就是你会选择你想要看到的 记得你会选择你想要看到的 你想要听到的 跟你想要感受到的 好 那请问一下这幅图 请问各位看到什么 这幅图很多人其实会看不到一些东西 这样子 那请问一下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贵妇呢 还是一个巫婆 好 我要请各位花一点点时间在这张图 这张图也是在 我们在谈人际知觉的时候 很典型的一张图 这样子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贵妇 或者是一个巫婆 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选择 而这在选择之后 你能不能有一些弹性 做一些调整 好那像这幅画呢 这幅画你可以有一些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比较容易明确 跟看得出来的 就是他这幅画是 你看到白鸟呢 还是黑鸟呢 有人说白鸟向东飞 然后黑鸟向西飞 好 所以他究竟呈现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主题 这样子 你自己会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选择 所以很重要 就是说 所有知觉呈现的时候 你自己会做一些选择 就像我们之前在谈肢体动作的时候 一个人 其实同时会做出非常非常多的肢体动作 而你会选择哪一种肢体动作来阅读 好 来解读说 这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思 比方说 当我说手心跟肚脐同样重要的时候 那你会先观看哪一个 或是对方的哪一个 什么样子的一个肢体语言 是比较容易引起你的一些关注的